那昨天在淘宝上有一个话友问到我 这个生长花期就是平时什么的怎么理解 植物的生长期包括植物的一个东西来说 你就把它当成是人 它在种子的时候就相当于咱们人 就是在胚胎里面 就在子宫里面刚刚形成的时候 那就可以相当于它这个种子期 在它发芽的时候就是一个苗期 这就相当于破壳而出 就像婴儿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它要吃母乳 也就是靠土壤里面的一个基础的养分 很细腻的一些细微的去供给它生长就够了 那么到了六个月之后呢 它可以添加一些腐蚀 也就像那个种子 有二到四对叶片的时候 就可以缓慢的加一些肥料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量 生长期是什么呢 生长期也就是在这个 从幼年到成年这个阶段 也就相当于婴儿的六个月到这个十几岁 是吧 那么植物的一个周期就比较短了 也就相当于在一个苗期 长到一个成苗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呢是生长期 那有的话说我怎么样判断它的生长期呢 我跟您说 大部分的植物在春天和秋天 都是在拼命的生长的 您一定要理解这个意思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比较热 冬天的时候比较冷 所以说呢 春秋天植物的一个长势会比较的旺 它的叶片数量也会很多 那您可以用季节去判断的话 就是在春秋季 可以理解为它的生长期 花期呢 每个品种的花都不一样 你像有些个四季开花的 有些个怎么怎么地的 它有的是边开花边生长 所以说呢 你也可以理解为在开花的时候呢 它对于养分的需求也是非常多的 就像开花的时候呢 就像人怀孕的时候一样 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对自己要补充一定量的营养 来供给这个花朵的开放 包括一个种子的凝结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也是需要补肥料的 那有的话说怎么理解平时 平时的时候呢 就是说它也不怎么长 也不怎么开花 这种很平常的时候 可以理解为平时 所以说您要理解生长花期 基本上也就这么一个区别 那需要施肥的时候呢 也就是需要生长期 跟花期的时候需要施肥 那有的话说 花期的时候不是不施肥吗 花期的时候会让它开花时间变短呀 您别忘了 您施肥的时候 可以让开不了的花开得更多呀 可以让那开不了的也能打开呀 可以让整个花开得更大 更香更艳丽呀 它肯定有使有得 把花当成你的孩子 把养花当成养生 这样去理解 您养花就会感觉特别的舒爽 您怎么说 养花也是一个修身养性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简单的去理解这些意思 如果说您感觉我说的不明白 也可以视频下方留言 我用文字的形式给您介绍 如果说您觉得不错 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